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病毒已经在世界各地爆发开来 我国的行动管制令也延长至4月28日 以防止病毒继续传播 因此,在新冠肺炎的疫苗上市前 自体免疫力的强弱将会是你生死存亡的重要关键 人类的免疫系统会随着年纪的老化而减弱 有人说,身体的免疫力在20岁时达到巅峰 但到40岁时,只剩下原来的一半 到了70岁时,只剩下巅峰期的十分之一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出自哪里的论述 但若是以人体中的一个重要免疫器官的性衰时来看 确实是有这样的趋势 出生时,胸腺重10到15克 青春期时,发育到30到40克 到中年40岁过后,大约只重10克 且胸腺激素分泌停止 到了70岁时,胸腺已经完全萎缩 我们身体抵抗病军的国军部队就是免疫细胞 他们包括一般部队如丹河巨氏细胞 疏突细胞,自然杀手细胞等等 和将军加特种部队 将军叫T细胞 特种部队叫B细胞 通称08细胞 胸腺就是专门训练T细胞的地方 也可以称为是将军训练营 而胸腺激素不仅可以让T细胞分化成熟 也成为一名人真善战的将军外 也可以诱导B细胞成熟 成为一支非常好的特种部队 所以,当胸腺萎缩后 想当然而,免疫细胞的占率一定是会下降的 途中列出不同年龄层 得到新冠肺炎后的死亡率 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 40岁以下的人 由于免疫率依然OK 死亡率一直在0.2%以下 到了50岁后 就开始变成两倍 到达0.4% 最明显的是 从50岁以上 死亡率就随着年龄的增加成倍数的增长 速度惊人 几乎每增加10岁 都是以3倍死亡率在增长 到达80岁时 死亡率已经接近22% 当然 整体平均死亡率依然是2-3%之间 免疫力明显和死亡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研究统计 60位病人从入院后 就严密追踪血液中淋巴球比例的变化情形 正常人的比例应该在20%以上 而中等症状以下的病人 他们的淋巴球比例几乎都维持在20%以上 显示出免疫系统完全没有被新冠病毒所激化 另外有一些病人的血中淋巴球比例会下降到20%以下 但亦能维持在5%以上时 这类病人虽然会演变成重症 但他们最后依然可以战胜病毒康复出院 而且出院前 他们的淋巴球比例又可以重新回到20%以上 表示虽然战况惨烈 曾经有一度将军们牺牲到接近5% 但最后援兵赶到 大获全胜 康复出院 但是也有不幸的死5位病人 他们的淋巴球比例低于5% 变成危重症病人 如果当所有将军全部战死后 也没有叛到援军 这时候 血中淋巴球比例降到几乎为0 病人就可能不幸趋势 大陆中部战区总医院谈利教授总结 如果病人得病后 10到12天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如果血液中淋巴球能够维持在20%以上 那么这个病人应该不会恶化到 必须进入交互病房 同时 可以逐渐康复出院 但是 如果是已经低于20% 那就是进入病毒和免疫大军的殊死战 因此 这类病人在得病后的第17-19天 再测试一次血液中淋巴球比例 如果还能够维持在5%以上时 就表示免疫系统的基本战力亦能维持 最后可以康复出院 但 如果连基本战力都无法维持的话 这些病人康复出院的几率 是极低的 当然 这中间 医院的医疗系统也会发挥重要的关键力量 例如 使用抗病毒药物等等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下一集我将与大家分享5招提升你的免疫力 希望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和分享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分享的每一个影片 请记得点击subscribe旁边的小铃铛哦 感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